漫漫人生路悠悠伴你行 哈喽大家好 我是艾美乔婆婆悠悠 想再想想 说到养老 我也觉得就是 特别不可思议 就是我的人生当中 所有就是涉及到人生重大决定的 全都跟我规划的不一样 而且全都是以一个 就是特别微不足道的这么一件事 就改变了方向 就包括我这个养老 说实话 我之前想着说养老这件事 我认为 因为儿子在国外 我认为百分之七十 七八十八九十的可能性 是在国外养老 我其实在国外还去看过养老院 除非是说我儿子他们回来了 有可能会考虑 也不能说是从来没想过 至少百分之七八十是 没想过要回国 而且也没想着说现在去想这件事 我想着说那件事情很遥远 至少我要等到七十岁再考虑就来得及 所以呢就是别人在跟我探讨的时候 我从通常跟他们说我说哎呀不急不急我七十岁 也来得及啊现在完全没有那个必要啊现在因为为什么说不需要那么早呢也那我对我来讲儿子在国外那我就在国外了然后我现在那我去做什么也没有什么可做的嘛哈 所以因为国外的养老体系呢它比较成熟 你也没有说你不需要个人去做什么就反正按照年龄是分三个级别哈就按照那个程序走就行了 可是我确实是想过说呃 那是很大的一个决定哈就完全没有想过的事情 结果就是因为跟朋友陪着朋友去看养老院 这一看养老院就我就把我看动心了 就是我之前认为那些不好的东西哎在我得到了一定的答案以后我忽然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然后这因为疫情回来回国哈就办了这么这么大一件事哈然后这件事一办呢很多事就跟着变化了其实最重要的是涉及到这个资金的安排因为在之前我还尽力的尽量的是在要 要就是要把钱想办法去转出去所以你会做相应的去安排然后现在呢我一再决定在国内养老了那我这个钱呢我就不需要想办法转出去了在税务安排上资金安排上都发生了变化所以想想哈这个你看这个人生哈就是对我来讲对我个人来包括我的这个我以前也分享过包括我的这个退休内退 我45岁我45岁我应该45岁内退的吧2005年啊也是完全没有计划 然后就是因为别人的一个举动我一下子找到感觉我说对呀为什么我没有想到这件事因为当时是为了孩子上学嘛 然后我那么好的工作然后说放弃就放弃了就是一周的时间我就已经离开我生活的城市了 这也是我之前讲过我那个别墅也费尽心思装修好的别墅然后一下子就一天都没有住我把那个软装都做好了 那个窗帘呢就是床上用品都配好了结果一天没有住然后就走了就那么快 因为我本身是一个特别喜欢规划事情的人一规划都规划好好多年以后我要怎么样怎么样哈 可是就这么戏剧性我所有的人生重大的转折点全是那只看不见的手引领我的根本不是我来规划的 所以我在这方面很相信现在越来就是心态变得哈就是遇到一些重大的事情然后它突然间出现一个变化跟我跟我原来的预想不一样了 或者是说比我原来预想的不好了不如我想象的好的时候我心里会有一个安慰我心里会有所期待我会想着说没关系我相信一切是最好的安排等到最终的结果有可能会出乎意料的好我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了就是我冥冥之中会觉得那个神秘的我看不见的这个力量哈 它总能让我转为为安之外还能让我比我自己安排的计划的好啊这个是我的一个就是这么多年哈就一点一点建立起来这么一种感觉 呃包括就很神奇的我跟大家分享过就是我们家从我二十多岁 然后我们家就我就喜欢一个木头的那个小画然后那个小画就一直跟随着我 你看我搬家搬了这我就搬了无数次家啊因为我本来就爱买房子就爱搬家爱装修所以说我就搬了无数次家就所有的东西几乎是很多东西都没有了可是这个小画就一直伴随着我 然后就伴随着我一直到了我到了温哥华的应该是在18年啊17年17年我不是在那个温哥华市中心租了一个海边的公寓吗 就到了那个18年我才回国的时候我看到那张画我才意识到那张画它竟然就是我住的那个公寓很近的那个帆船酒店 五帆酒店就是那个五帆酒店啊而且那下面写的那段话啊就是我看见什么这么漂亮的景色我要分享给你就是我的爱人什么的啊 因为我过去呢也不认识英文即便我移民到了这个温哥华哈就那么多年那就七八年哈我知道了这个那个那个那个五帆酒店我也没有看过那个画 因为这个画整天就在眼皮底下就是熟视无睹嘛可是当我那个17年我租了这个那个海滨公寓 然后就住在离他很近我晚上散步就可以走过去的那个地方的时候 我才看到这个画这张小画伴随我这个等于是我俩结婚以后没多久就有这张画 就伴随我整个这个大半辈子这个人生的这张画啊就你说我就住在这张画的边上了 所以你说人生是不是很奇妙啊所以在我身上就发生了很多这种非常奇妙的事情 然后我就隐隐于觉得啊难怪我这个莫名其妙的就跑到温哥华去了 就在几十年前其实那个看不见的手那个神秘的力量啊就已经提示我了 只是我没有我不知道我就把这个东西一直带在身边一直放在任何一个家的门口上 哎就是这样就是这么神奇到现在这张画还在我们家这个门边上挂着呢 我相信将来我去了养老院我也会把它带过去哎呦想想不知道这是什么感觉啊 很很奇妙的感觉吧然后包括我今天这些资料啊其实按理来说也没什么用了 而且我们家这么金贵的地方也没有地方放它之前在我姐家的那个下房里边放着 然后去年回来我姐说哎呀你这些东西都要发霉了你快点拿走吧你还有用吗 不用我给你扔了我后来想想我说还是拿走吧这段日子对我来说是一个封城了一段 一个很重要的我的一个人生节点吧然后我拿了以后也没地方放给他放床底下了 今天要找那个我老公的这个这个叫啥叫那个出生证明啊哎呦我一下子就想起就想起了这堆资料了我说赶紧翻一翻结果根本没有 哎呦可是翻了这个资料啊让我感慨了哎呦我这一打开花匣子就就聊的收不住了 我刚才看了看就已经是25分钟了啊我这个视频一般最多也就1012分钟 所以这已经是超了很多了那么我今天就不了了 呃那个今天的视频就到这谢谢大家收看拜拜